其實小鐘喔 對 你知道 你其實有一個外號叫做 分手鐘 沒有 倒數的 第二個男朋友 就是有一部電影是這樣的 所以女孩子跟你交完以後 分手 分手以後他就很容易 立刻就結婚 不是 就很容易找到別的男生 所以說最近好多人要跟我交往 但是他就說就是一個月 他要跟我分手 然後就可以結婚 如果你想不想結婚 大雅 我們就來交往一個月 還好還好 還不想結婚 有缺對幾個女生都要跟我交往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他不是真的要跟我 不是真的想跟我交往 想跟妳交往 而且還不想讓人家知道 對 他會笑 要保密 你敢笑我 我去問 不要只剩我的笑 我們算是演藝圈 諧星界的兩大 張克帆那些其他no no 都結婚 他說我很幼稚 然後就是一直長不大 你是長大 不是 但女生他會 女生出社會之後 他會變得很成熟 反而會比男生成熟 他覺得你沒有成長 然後就想要離開 然後那一陣子真的是 很悲傷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真的已經 像遊魂一樣 就一直走路 一直亂走 然後我竟然走上高速公路 天啊 我自己都嚇到 你知道嗎 我到哪一刻才發現 就是我經過收費站 他跟我收40塊 喂 我突然發現就是 旁邊的車是鬆鬆鬆 但是我是沒有感覺的 那一刻我才覺得 真的是很傷很傷 我覺得那個內心的那個痛 是真的車子撞到 我覺得還是沒有感覺的 那是會讓你沒有辦法呼吸的 那突然把窗戶打開 那個是窒息的 真的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成熟的男人 不然說 小小姐講那麼多 後面要幫我講一個 沒有 再踢一腳下去 再不離窗 不是 我印象最深刻 他看到女朋友去山上 比如說看夜景 那個孫孫好冷 他說 那一塊東西 我說還好我有帶外套 火象星座男人 你看長大又慢 又喜歡同一個影子 就會一直在同一個輪迴打轉 但是 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圈子 跟他很近 你就會走在路上 很會害怕遇到前女兒 那種是最可怕的事情 為什麼 我曾經看過就分手之後 他跟別人 他跟新的男朋友 那超難的 那我想說該要很大方 跟他打算還是怎麼樣 會怕 然後看他 你幹嘛要躲 你幹嘛要躲 怕什麼 不用怕 我不知道跟他講什麼 因為我覺得看他幸福其實 好可憐 其實會覺得 好沮喪 不知道怎麼去面對這個狀況 我會覺得好尷尬 洪迴跟前女兒去過的地方 是一個人嗎 一個人 一個人 什麼 就是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抹去 就是自己去一個 自己的旅行 就是以前去過的地方 就很傷心 譬如說一起到某一些景點 到那地方去自己去看 把那所有的一切就是拋開了 真的不自己找醉獸嗎 我知道你 他的邏輯就是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傷 對 我就是把他挖更深 然後灑鹽進去 我就不覺得痛了 念舊 其實我用的是不懂忘為什麼 我的人是記性實在太好 不忘 對不對 那這是一種 有人見忘 可是不懂忘是代表 你明明知道哪一塊你該忘記 你就是故意不要忘記它 你比如說以小鐘哥來說 你如果三的人 你看他還會去原來的地方走 對 你走那裡 其實他是 沒辦法忘記對不對 而且他的創作也很有趣 他的創作有時候裡面 都會塞一些 他跟這個女生的一些的畫面 一些秘密 他連創作都會有這些 你知道 這段是真的 他真的是一個用情很深的 有時候會有一些秘密嗎 你是不是有任何嗎 沒有 不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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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轉眼了 不能放 我 nonetheless 就遇到 你們可以 我們專門了 離 hops 掉 足急